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喜剧院喔 我是雪人 我是雪人 今天又是有新的来宾来了 没有错 今天有新的来宾来了 这个男生呢 我称他为这个环保界的小狼狗 环保界的小狼狗 对对对 他叫郑柏园 然后他年纪轻轻呢 就自己就是跟朋友创业 然后开了一个海洋废人 然后这个工作室 海洋废人是什么 他们这个工作室专门在带团的 带团去哪里 就是他们会去一些上山下海 就是野营啊 做一些很酷的事情 OK 一个像类似旅行团 对 了解了解 然后他就是 哇 他也是得到那种 基隆市政府的补助 我有上网去做一些功课 他们是第一个什么青年创业 拿到补助的 然后人又长得 极有异性缘 然后有公狗腰 OK 讲成这样 好 我们都是欢迎 讲成这样呢 会让就是在单纯听Podcast的观众 然后去打开YouTube 我们有YouTube频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对对 我们有YouTube频道 好 那我们欢迎郑博言 耶 来 博言帮我们看一下这个镜头 嗨 嗨 好 大家有些人有点失望 哈哈哈 把我捧太高了 把我捧太高 博言你 跟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诶 应该是小胖 他应该是非常爱看那个 喜剧的一个人 你说你的朋友小胖 我们也认识 对对对对 然后他好像就带我去看 我们的表演 我们的表演 当你 博恩 然后后来才看到你们 就是一开始只有那几个有名的 嗯 然后到后来开始 诶 这个圈子开始越来越扩大 就是一般 你讲为什么这么冒犯人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年纪轻视怎么样没有社会话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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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的已经看完了 然后想看些没有看过的 不是啊不是啊 不是啊 我是在形容当时候的市场 非常被垄断的 懂懂懂 你那个时候是来看表演的时候认识我们 对对对对对 哦就那一天 然后我们下去跟观众聊天的时候 就跟你聊天 对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就是你们就是 大概大概寒暄一下 大概寒暄 因为你们那时候还要忙 好像还有还有几场 哦 然后去后台继续跟制作组就是聊 后面别的事情这样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跟他们聊 就发现他们有在玩那个滑奖 哦立奖 哦立奖立奖 SUP SUP 然后讲完之后 我们好像过了一个礼拜就去找你玩 对对就去睡我家 哦就是他 对对对 而且我们玩那个是日出团 然后就知道他要公狗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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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所以你那个时候 哦 等于说我们在那边 简单的寒暄一下 应该都还不熟 对 然后但是可能过了一两礼拜 我们就去跟你的团出去玩了嘛 对 然后小胖就是问你们要不要去玩 然后我马上就答应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们在玩的时候就变得比较熟 对 那你还记得那时候 对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吗 觉得我们两个个性怎么样 就覺得顏斐很開朗 然後很健談 然後學人感覺貌似跟我有一點 跟我的某一個面相有點像 哪一個面相 就是遇到陌生人的時候的面相 就是會比較腼腆 然後不想說話這樣 喔真的嗎 看起來 我是第一個 第一個感覺 你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我對他沒有第一印象 那應該是說我們 他帶我們出團玩的時候 你說那個時候對不對 我覺得表演的時候好像比較沒有那麼印象 但是出團的時候 他就是那種 他就是很野外的那種人 就是在上山下海的那種 很漂沛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有什麼問題他一定幫你就是 啊 被蛇咬到沒有問題 就感覺很像野人對不對 沒問題啊沒問題啊 這個好冷喔 然後火就升起來 然後那邊滑滑滑 就覺得你溺水他好像 可以馬上跳起來救你 好像很燥的那種 就是那種野外可以走在第一個的那種 而且我那個時候對他印象很深 就是我們不是去玩那個立獎 然後就是兩兩一組 嗯 然後他就帶著一個女生 對啊 然後說欸那是你女朋友嗎 然後你就說不是 嗯 對那不是 可是你們兩個很親密欸 有嗎 啊沒有啦沒有 聽說這幾個 沒有他想到他現在有女朋友 沒有我就問你 我忘記了啦 我就問你SUP那個版那邊 按你兩個就只能做一錢以後不然又怎麼樣 對啦沒有這段剪掉 我忘記 他有女朋友 他有女朋友 好那你知道為什麼我們這樣也來嗎 我這一段我要回答嗎 你有想法嗎 你覺得為什麼 可能 剛剛聽下來就是前面熱身的時候 好像學人想要表解 就是做環保怎麼一回事 對 對然後可能年輕創業又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你現在幾歲 欸今年26啦年底 我是聖誕節後一天生日 所以就是今年年底會26歲 他其實蠻不好聊天的欸 他跟我一樣對不對 對啊 你又開始解說一堆細節 沒有沒有 你是說10歲還是虛歲 好我25歲現在 我在抓節奏 原來他跟我很類似的那一面就是這一面 對對對 你是海洋大學的 對我海洋大學 那你是什麼系 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海洋環境 海洋環境 你為什麼決定念這個系啊 欸 台北人身為台北人都知道 天系都是 就是先看分數 欸為什麼台北都這樣 對啊 那不然我們台南人是看什麼 我們台南人是看天氣嗎 沒有沒有 你講那什麼 台南人是看那邊附近 我們夜市好不好吃 對對對 你會加多一點糖 所以你那只是分數到你就進去 沒有 我有偷偷塞我想要的 就是那個科系 因為對自然比較有性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大自然有興趣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大自然有興趣 小學 小學國中吧 你就喜歡去爬山喔 對 我就很不喜歡讀書 我就釣魚 喔 真的 那誰帶你去釣魚 我爸 可是後來他不釣了 那怎麼辦 就是他叫我好好讀書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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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欸真的好笑 那怎麼辦 就很 就一直被囚禁 所以是你爸 釣一釣發現 幹我兒子公園 他媽也太爛了吧 然後說不要不要 我們這也不要釣魚了這樣 因為他後來去 就是那段時間是 台商很常去 大陸的那段時期 你爸爸是台商喔 他不是 但是就是他們老闆 就是要去 中國 就是請他們做代工 然後我爸又很常過去監督什麼的 所以就越來越不常在家 然後就越來越沒空 去做這些休閒 所以你不釣魚之後 你有好好念書嗎 沒有 就很 一直被限制住 就不快樂 對 你就覺得我就是想去野外 那時候 對 對 就覺得 要出去混 然後 才會有一些 實際的一些狀況 或是 真正學的東西 才會有應用在某些上面 所以好像都沒有 所以算是釣魚開啟了 你發現你對這個自然的熱愛 是不是 對 然後我爸又不跟我講那什麼魚 然後他又隨便講 對 然後我就覺得 你爸可能根本不知道吧 是呀 講問他在靠北 直接講台語 小丑魚啦 然後所以你那時候就發現 你很想要了解這些物種了是不是 對 就了解自然的一些東西 可是很常又被拉回去讀國英 數字社會 喔 你就不快樂 對 因為我們的教育體制裡面 其實就是 國語英文數學嘛 然後歷史地理 然後可能生物就是魚 它又是什麼東西 但你如果想要了解這些 什麼魚啊 然後西裡面有什麼東西 其實 根本不會有這種 因為他也超愛海洋生物 我喜歡 對 海洋生物啊 或者是 動物 我現在一個人要跟你們兩個人鬥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情緒 就是能量高一點 我好喜歡 好喜歡海洋生物啊 然後呢 你也是吧 你也是吧 so cool so cool 所以你是念二類的 對 但是其實應該要念三類 但我也是被同學影響 為什麼 因為念二類就是要那個嘛 做實驗的是不是 應該說 身邊很多好朋友都想去念二類 然後我們學校不知道什麼 三類都是怪人 對 真的 為什麼 三類好像比較容易有怪人 可是三類是最會念書的人耶 可是就不知道為什麼有怪人 因為念太多壓力太大 懂 原本念什麼物理化學還可以 幹那多個生物 對對對 因為三類超多東西要念啊 他們什麼都要念 他們好像就多念 因為很多會念到醫科 或者是念生科相關的 所以他們就要在生物這一科 就是多念生物相關 其實我覺得一二類 一二三類是這樣 就是一類就最廢 我就一類的 就是我們最不會念書 我們只會念文組 數學好難喔 真的 然後再來就是 你可能文組還行 那加一點數學 但你也沒能耐去念三類組 所以我小時候就覺得三類組 在我眼中是三三發亮 但是三類真的確實 怪人好像多一點 但是也那麼多啦 就是比例上 好像會比一二類再多一點點 所以你小時候很早就發現 你喜歡這些東西 然後被囚禁到 你到大學的時候 念這個科系 就放開了嗎 沒有 我發現我念這個科系 念錯了 對念錯了 這科系在教什麼 你說海洋大學的環境 什麼系 在教什麼 在教什麼 因為他搭上那個 所有big data的一個潮流 所以他很多東西都需要數據 然後海洋的數據 天氣的數據 然後想說不對啊 我不是來玩電腦的 我不是來寫code的 我是要來看生物的 對我是要來看 真正就是帶我們去海裡面 去採集這些東西 怎麼去應用 他要寫什麼code 你說要多少的水 他應該就是那種 他應該就是那種 反正就是現在最流行 最夯的一些資料科學啦 什麼的 對 去預測可能未來五天 未來十天的波浪 啊會不會有風狗浪 這種 喔 這種東西比較像是 中央七央級在做的事情 懂 那你唸 你有轉系嗎沒有 我沒有轉系 你就安分的唸了四年 對但是我有去就是 開始從其他學校資源去 去拓展自己的一些事 你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像國際初 我就利用學校資源去國外 好 所以你有 你就利用學校資源 然後你就去國外 參加了一些計畫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你念完四年 你 念海大的什麼研究所 海洋生物 我沒有立馬去念啦 那你畢業之後 你做了什麼事情 先掩蔽啊 為什麼 因為就覺得 這個系畢業 目前還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但是我有一些雄心壯志 沒有去燃燒它 我覺得很不甘 你的雄心壯志是 是什麼時候出現 它是什麼東西 大概大事的時候吧 就我發現 我可以用一些能力去 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然後做一些不用 真正拘束我在辦公室的事情 什麼事情 嗯 就是去帶 帶獨木舟啊 然後去剪 就幫別人接案剪片啊 類似這些 嗯 你是什麼時候 覺得帶獨木舟 是你可以 就是做成一個事業 或者是說你可以常常當帶團 你是什麼因緣際會 有這個 嗯 我覺得就是我其實對 海邊的東西還蠻 還算了解 嗯 就是 就覺得說 很多人其實來這邊 或者是很多 臨時調過來的一些業者 他們其實都不一定了解 海洋中 生物的一些 知識 又或者是 海洋環境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就覺得 有一些地方沒有做好 然後我會想要去 跳出來自己當一個 去改變這種狀況的人 所以你在大 就是大學那四年 因為基隆就很靠近海 你就會常常去海邊玩 去看那些生物等等的嗎 對對對 你本來就會一直這樣子 對 然後那你第一個團是什麼 你帶了誰去玩這個立獎 欸 等一下你是玩立獎還是獨木舟 獨木舟 獨木舟 可是我一開始在別人的那個 別人的公司下面做事情 然後呢 然後慢慢發展有興趣 就覺得 就是原來生態 就是應該說這個市場是這樣 嗯 你就懂了一些know how這樣子 對然後就覺得市場還有很多東西 沒有做好 懂 對然後再加上 呃原本那個老闆 他 就是 有點愛做不做的 然後就是 那邊的其實 海邊的人很多都這樣就是 都是在地人嗎 你說太太太chill 然後就覺得 對就覺得啊 客人會來 然後平台上面有就好 然後客人有來做完就好 嗯 他不會想要說再去 推廣 然後再下廣告或是怎樣 就讓更多人觸及 然後找到某些人來這樣子 對然後自己的姿勢 也不會去精進 哦 就覺得很 懂 就是慢慢成為那種大人 我就不想要 就我覺得與時俱進就是 你在玩的同時 你不懂的東西 你當然就是去找 嗯 總不可能就是問教練 一問三不知那什麼那什麼 然後就隨便講 小走魚啦 就像你爸一樣 對對對 你爸 所以你是在岩壁的同時 同時在那個 呃獨木舟那個團隊工作 對對對 然後這兩件事並行的時候 你就覺得何不來 何不如我自己來開一家 所以你就創業 找朋友創業 是怎樣嗎 呃可以說 快速版超是這樣 但是中間很多細節啊 就是 比如說去學校 就是很想要創業 但是想要找資源 就想要了解這兩個字 後面的意涵是什麼 你說創業兩個字後面的意涵 對就是 大家都在講 然後學校也在講 但是我家人就是不會講 所以學校也鼓勵你們創業 對學校鼓勵我們創業 那學校怎麼鼓勵 還有什麼紅利嗎 還是有什麼措施 有欸 就說你們上完 然後會發多少獎金這樣 對然後參加比賽 又有多少獎金 對啊我那時候看到那個獎金 欸還不錯 多少錢 欸最後可以到100萬 所以他會補助你啦 他就是那種創業比賽吧 你提案去 那他要教你什麼 教我們怎麼去創造 就是教我們怎麼去創業 因為創業很多嘛 就是 如果 你的市場性啊 然後你的商業模式啊 然後你要有什麼行銷策略 有什麼賣東西的策略 還有你要怎麼做財報 資產負債 就是好多 很多方面他們都教你了 對然後每一個方面都請夜市來去講 所以算是很好啊 你覺得那個課程有幫助到你 有幫助有幫助 但是以一個 創業小白來說 同時灌這麼多東西下去 其實還蠻難消化 就是他同時在上課 但是其實另外一邊 不一定在並行 你說你沒有 已經沒有 沒有開創一家公司 同時這樣子 讓你對照的做嘛 其實你還是懵懵懂懂的啊 懂 你等於是上了一個 理論啊 理論課 很重的課 除非是你在創業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顧問 然後你問他他可以一直回答你 這樣效果可能比較好 比如說他教你一些 跟客戶之間的應對 或是CRM好了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 客戶長什麼樣子 你又沒有遇到奧客 所以你不太能理解說 他怎麼樣應用 或是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是大概這樣 不過後來這些都變資源 就是那個時候 不太懂的東西 然後現在遇到了 再反過來回去問那些老師 那你等於 岩壁跟 這個 在那邊獨木舟工作 這段期間大概多久 一年欸 就一年 然後就畢業 其實一年很 很 忙 就是迷茫啦 怎麼說 就是那個時候剛好 就是剛好 收入不太穩定 對 因為岩壁的時候 並沒有真正某一份 滾丁的工作 讓我去支持 嗯嗯 去有一份收入 然後再加上 很多做的事情 都是很未知的 嗯 對 就是創業這件事情 本來就很未知 然後也不確定 是不是真的有客人會跟我買單 然後也不確定說 自己能不能有 這個把握跟實力 去拿到那筆獎金 嗯 然後又或者是 是不是要 尤其是對自己生涯的規劃 是不是我真的就投下去 然後 讓他做到一個 我可以做到退休的工作 然後是不是我真的有這個能力 去做完這件事情 那你後來毅然決然要做的 我覺得就是團隊吧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團隊 那你那個時候怎麼遇到 你現在的合夥人 你合夥人只有一個 那時候有兩個 那時候有兩個 那他們是誰 一個是軍藝 他是同學 算是在那個課程上面遇到的 也是在育程中心遇到的 所以他也想創業 他們都是來聽聽的 他們是 我們也是來聽 我也是來聽的 他是海洋大學一個對外 還是只對學生 對學生 然後他們都是別的科系的 就是要來報名 是不是一個學程 對 還是怎麼 只為學分 然後你們就碰到一起 三個人碰到一起 對 那一開始就是 老師會做一些團康 就是把一些 你們想做相似的事情 就把你抽在一起 然後看能不能組成一個team 對 那他們也是想做類似的 對啊 一個沒有 但是一個已經 像軍藝他是本來 就已經在盧牧州產業做很久 哦 然後就同業 他在那邊當教練 對他在那邊當教練 他比我還要資深很多 那時候我才做 一年多兩年 他已經做三四年了 他是大一就開始做了 對他從大一大一 那他很早就覺得他要做這個 也不是他就是 他也想要出來 找個打勾 對因為那個很賺 很賺是多賺 就是一個 一個暑假可能賺十幾萬吧 對學生來說很多 很多啊 對一般人來說也很多 但是就真的兩個月 兩三個月而已 就那兩三個月 我大概懂 有些就是季節性的 那軍藝 你的另外一個合夥人是什麼系 嗯 商船系 商船 三夜傳播 不是 不然是什麼 商船就是那個貨櫃船 Ship 哦哦 商船喔 也很好奇欸 真的喔 就是很好奇 我覺得就是那個 陽明啊 長榮萬海 他們那些船 船員都是需要去開船 然後在上面當 就是上面很多位階嘛 三富二富大富 然後就是去 他們的任務就是把這艘船 安安穩穩的開到 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把貨交出去這樣 他們在學這個 對他們在學這個 他們學天文航海 要學航海英文 然後要學去判斷那個位置 對 那你後來決定就是軍藝了 我就是要跟他合夥 是為什麼 是你們聊到哪一個地方 很有共感嗎 還是為什麼 嗯 其實那個時候 就大概知道你的同學 哪些是負責任 哪些是沒有 就有料沒料 很明顯 哦 就是 無論有沒有共識 就是 當今天我們要一起做 一件事情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 啊 我是要忙 啊 就是他不積極 對不積極 不積極是一個非常不好的 一個特質對不對 就是後來就是這樣慢慢 幾個人積極的 就開始聚聚聚 欸就是 就是 就是 掏一掏之後剩三個 其實原本一開始有五六個啦 嗯 對然後但是最後就是淬煉完之後 真正我們記憶在處理事情 就剩三個 那你們那時候創業的理念是什麼啊 你們有個共識吧 就是說我們要幹一個怎麼樣怎麼樣的 你們那時候的理念是什麼 有那個時候理念就是 軍藝他對這個產業非常熟悉 嗯 對然後 也好險有他這個經驗 然後我這邊就是我非常注重就是 關於環保的事情 嗯 然後關於生態的一些解說 然後我就覺得市場上 是可以被結合的 對就是 呃第一個就是 呃過量的客人 然後造成過量的垃圾 嗯 第二個就是這些客人 其實多半對於他們 呃遊玩的今天的場域完全不了解 嗯 只知道他們今天要去向別人看個日 就是太陽就回來 嗯 大概這樣 然後第三個就是 呃這第三個是我覺得 呃 第三個是 我等一下 我剛剛講什麼 我剛剛已經理出來 海洋被人只有兩個 哈哈哈哈 只有兩個沒有第三個點 他們只有兩個理念是不是 對他們連那個都很深 就環境壓力啦 對第三個是環境壓力 就是我們會同時看到五六百個 一個板子在海上 我就覺得很荒謬 欸那跟第一個不是很像嗎 對但是第一個是 他們直接就是 垃圾 在那個就是你會看到海灘很多 就這樣鋪那個地墊 然後在那邊吃東西 他們不一定會出海 哦 他們就會在那邊吃東西 吃完了 垃圾 對對對 那第三個是海洋上太多人 對對對 在真的 全部人腳踩到那個 石頭 或是踩到環境裡面 哦被踩爛 五百六百個出去 五六百回來 哦 那夏天是很荒謬我的事情 懂 那會造成什麼樣的壓力啊 你說整個 其實很多欸 這個就是 應該說環境在 適度的變動下 他們有自己的脆弱度 對就是 太多這種 譬如說 我們很常看到就是 很多女生就是 濃妝葉抹下去 淡妝上來 我會覺得 你去哪裡了 看著顏肥看著那 我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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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沒有 我超素的啊 厲害厲害厲害 然後那天還戴墨鏡 戴帽子我還記得 對啊我超物理的 好不好 物理物理物理 對我完全沒有 樂愛環境的人 但是我 差一點點防曬如 就是說不好意思 那天晚上死了三隻海龜 沒有可能 所以海洋配人 最初你們理念 規劃出來之後 你們的服務項目是什麼 浮潛跟 SUP SUP跟獨木軸 跟獨木軸 對對對 這三個到底差在哪 欸差很多 因為獨木軸跟 獨木軸跟 沒有 對不起 獨木軸跟 SUP SUP 不是就是一個 同樣是一個支撐的東西 一個是用滑的 一個是站起來 好那我解決了 兩個都可以站 不一樣吧 獨木軸也可以站啦 只是它不適合站而已 但是獨木軸最大的不方便性 是它真的很重 它是什麼材質啊 它是很輕的 還是那種很實心的那種 它中心是中空的 可是它外側是那種 防刮的那種塑膠 它很重是不是 對對對 但是那種很耐用的那種 間接很強的那種塑膠 動動動動動動 真的有那麼多人 會去基隆玩這個東西 有那麼多回頭課嗎 我們是蠻多的欸 因為我們其實一直在 還是因為大家只是想去跟你 對 對 就跟我們去玩 就覺得欸 我們就是 就是好像跟我們去的時候 很開心 對很開心 然後可以學到一些東西這樣 所以你是帶團出去 你的 你覺得很多業者是不負責任嗎 他們不講 不講這個環境 你在幫他樹底嗎 不是幹嘛 但是你的商業模式是什麼 你帶團出去之後 會 不要吵啦 也沒人幫我下站點 巨細迷移的跟大家講 你的方式是什麼 巨細迷移 到底是不會 但是我其實最最最中心的理想是 我希望海洋是一個大型的博物館 對那取代水族館的意義就是 我今天看到什麼 我就可以講什麼 我今天有一隻什麼游過來 我就可以大概知道 它在 它是什麼東西 在生態中的定位是什麼 它在為這個生態服務的角色是什麼 對我就是比較希望這樣 那比起這樣去看水族館吧 動物囚禁在這邊 關起來 我覺得這個可能我 是我比較忘 想像 對對對 想像跟向往的一個方式 對 那你現在 跟客人的互動是怎麼樣子的 嗯 就是 為什麼客人特別喜歡你 你就說客人可能特別喜歡跟你們上山下海 那你們的服務的價值 或是你們為什麼可以讓顧客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一個啟發吧 就是 其實很多客人來都會很 會很偷偷的就是 不好意思的去問說 就是欸你們 就是關於你們今天想問的事情 就是你們當時怎麼創業的 那你們就是對這些事情怎麼想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些想法 就是 他們還蠻想要從我們身上學到 一些年輕人不敢去衝的那些特質 嗯因為看到你們兩個年輕人是老闆 就會有很多這種問題想要問 對對對 然後 怎麼做到的 或者是 欸有什麼秘訣嗎 有什麼秘訣讓你們就是 能夠達到今天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 規模 但也沒有說很大 不過就是慢慢朝著 每一年的規劃去潛進這樣 那是什麼秘訣 沒有欸就是 你要忍得住沒有薪水 然後 呃要堅定不移的去 做每一件你覺得 對的事情 對你覺得那是你覺得對的事情 那是你覺得對的事情 你從創業到回本 比如說到你覺得 欸這個收入算穩定 大概多久的時間 沒有啊 創業沒有收入 哈哈 不是你創那個業到 比如說你開始有客人 喔你說公司的收入嗎 喔你說公司的收入嗎 對對對 那我先立一個那個flag 就是 創辦人是不太可能會有收入的 對 因為 呃怎麼講 就現在都希望這些資金能夠回流到公司 去做更多的資本投資 嗯 然後讓我們有更多賺錢工具 這樣 會對 呃未來的發展 或是真的之後我要請員工 這樣我才付得出錢 那這樣怎麼辦 因為你創業是 可能還有兩個人創業 假設我們需要這個 整個資金是100萬 一人丟50 嗯 那丟完之後 是等到100萬回本的那一天 你們才分潤嗎 還是怎麼樣 沒有 不是這樣的 目前都 關於就是分潤 還有賺錢這件事情 基本上 呃我們都是會先 呃我們兩個 因為我們兩個是當初 投下資本 跟時間最多的人 我們兩個都是 通常就我們兩個講好 就是不分潤也沒關係 但是 呃公司比如說結算的時候 請大家吃個飯 對然後或者是 呃最後終結的時候 有一些小紅包 這些都是還可以接受的 可是你們沒有月收入 對啊 那怎麼辦你怎麼生活 就斜槓 真的斜槓 那你除了 哦你就是還會去剪片 對 所以你們除了這個 事業要顧之外 你們一定要有別的收入 來支撐 是這個意思 對對對 然後也是同時也開發更多 產品 因為我覺得前期就是 真的是要熬得住啦 因為 呃我想要一步登天是很困難的 嗯 對然後也 其實也別人也不太知道你們在幹嘛 對 然後我就是盡量去學一些知識 然後增加我自己的一些 對客人服務啊 反應能力啊 或是 能夠擴集到更多教育的單位 對 那就是能夠 增加 就是他雖然看起來不能賺錢 但是 在後面的效益其實是很可觀的 因為你要去講才會認識人 別人才會幫你介紹嘛 對 別人才會覺得欸你真的懂很多 或是你真的在這個地方做 懂 像我們就會在地方去做生態的監測 對那也是沒有錢的 那怎麼做 生態監測是什麼意思 欸生態監測就是 一些生態的調查方法 比如說 調查 欸這邊的一些物種的狀況 覆蓋率 像藻的覆蓋率啊 然後生物的一些多樣性 對然後去算它的風度 然後 就是也 我這些都是花很多時間去學 然後蒐集這些生物資料的監測 那你把這些資料監測要放在哪裡 才會 大家會知道你有在做這件事情 我自己是先希望累積長更 更長期的狀況 所以你就是有在記錄幹嘛幹嘛 然後你可能去辦講座 或者是交流的時候就會把它拿出來 對然後 我自己也覺得就是 其實政府現在很多 要開發 然後想要 就是對海岸邊一些更多的 比如說風電 或是 那個 天然氣接受站 然後很多其實很多地方 大家都沒有他們的資料 對然後我是覺得 這個東西有朝一日是用得上的 就是 代表說這些 這些生物 這些藻類是 曾經在這個地方 有出現過 那如果說你今天蓋 蓋下去了 那後面沒了 誰去承擔這個 呃 外部的環境成本 對 這個是我自己在想的 那就是自掏腰包去做那個欸 他花了很多時間 對啊 對對對 那同時就是 如果說這些東西收集起來 是可以做一些導覽啊 然後 在郵城裡面 或是教育 之後的教育 產品裡面 可以跟 高中 國中這樣去合作 但現在還沒有嗎 現在是你還在紀錄的階段就對了 對 但是還是有少量的 那 你最喜歡的海洋動物是什麼 生物啊 生物 生物喔 覺得 現在要講最喜歡 我剛剛一直在想 在車上一直在想到底是什麼 沒有嗎 都喜歡 但是我現在很想去看金沙 你不是也想 我看過 金沙是在 抱歉我在水術館看的 我在水術館看的 我在沖繩看的 我在沖繩看的 我好像也看過欸 之前肯丁有吧 對之前肯丁有 但是我之前沒有去看過 他那時候是不是被放生 然後死掉 死掉 對 很久以前 弄了三隻吧 我沒有記錯的話 你說他弄了三隻 然後都死掉還是怎樣 對前後三隻都這樣 都抓回來是不是 對 你說肯丁的喔 對肯丁的喔 我只知道有一隻被放生死掉 其他我不知道 那應該是最後一隻 嗯嗯 那從海洋廢人 你原本的那個 名字是海洋廢人 但是我有 發現你現在粉專 好像改成叫呂廢 嗯 是為什麼 為什麼做了這個更名的動作 還有為什麼 原本叫海廢啊 好像也沒有問 沒有人也沒有問 對 我要先回哪一個 你先回答他的好了 好啊 你說海洋廢人嗎 對啊 還是說軍衣就負責海洋 然後你負責廢人的部分 哈哈哈哈 他沒有廢呢 沒有啦 他可是做了很多事情 沒錯 沒錯 就是一起完成事情啦 一起去完成一些事情 那當初會創這個 這個名字 名字嗎 就是 就是覺得 呃 綜合我剛剛上述的一些問題 對 然後就希望說自己是一個 就真正在旅行的時候 是一個 對環境沒有害 沒有害的一個廢人 嗯 我寧願當個對環境沒有害的廢人 也不要當一個 很酷很積極很正向 然後在 海邊然後就 就製造問題的人 對 所以海洋廢人就是 你去海洋的時候 你要當一個廢人 你不要再做一些 傷害這個地方的 對 欣慰這樣子 嗯沒錯 那旅廢 就變成旅行的廢人 對對對 那為什麼要改 因為我覺得 呃 好啦 這是真 這是真心話 就是希望說 在冬天也能有事情做 對所以就去拓展更多 像是在山 嗯 的地方 這是新的 你們新的服務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以前是可能是我們剛剛講的 獨木舟等等 但你最近加了一個項目是 會帶團去山上 嗯哼 做什麼事情 就 呃 當然最初的就是先進山嘛 就是一開始我們都在 呃 從海洋切入也是這樣 就是先進山 進海 就是進潭這樣 就是 進海是什麼意思 就是去沙灘撿垃圾 就是出去的時候就撈垃圾回來 哦 就是花SUP的時候 花獨木舟出去的時候 哦 懂懂懂懂懂 就撈垃圾回來 對對對 然後去稍微呃 講解一下 這垃圾上面的一些東西 但是像海洋裡面就很有趣就是 關於塑膠生物圈的一些 小一些 應該說小小的一些科學的 現在研究的一些文章 或是研究的一些成果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說這樣 嗯 啊這也是我在研究所的一個題目 你在講這些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遊客會打哈欠 打哈欠龍其實還好 因為其實這蠻新奇的 哦就他一邊看然後你一邊講 他們就很能消化 你太小看一些遊客了 對 你能想像就是 一個塑膠的小小碎片 或是很多碎片裡面 有一堆螃蟹跟魚嗎 哦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就是現在就垃圾太多了嘛 然後就跟生物共存 對啊 其實客人看到會 欸 這什麼 就是他只是 大家都知道海洋垃圾很多 但是你不知道海洋垃圾飄在上面的時候 什麼東西會住上去 哦 什麼東西會藏在裡面 每次都跟開箱一樣 就是那個寶特瓶 打開 倒出來螃蟹魚全部流出來 你說他會就是 像有巢穴他往裡面躲這樣 那這樣對他們來說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搞不好螃蟹很喜歡寶特瓶啊 嗯就是有好有壞吧 因為寶特瓶畢竟 他的表層是有很多穩定劑的 那那些穩定劑其實是 有害海洋環境的 對我們常常在說那個環境荷爾蒙 為什麼塑膠會 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對 因為他不是一個在環境中就有的一個見解 以化學士來說 他是人造出來的 完了 他說以化學士來說欸 你聽得懂嗎 我看你今天都沒怎麼講話 以化學士來說 怎麼了 你聽得懂嗎 以化學士來說 就是他那個C跟H是人造排列的 反正他 對他說人造排列的 反正是天然的環境是沒有辦法人造出這個東西 但是只有人把那個都非常逆天 嗯 OK好 那旅費 我有去你的粉專看 有一個4D的概念 哦 4D 你可以直接講出來嗎 可以啊 低廢氣啊 低碳排啊 然後低門檻 低事故 低事故是什麼意思 前陣子啊 今年也蠻多的 就是關於山難海難這些 其實基於這些 很多自己覺得自己非常厲害的人 他們會去挑戰 那我就覺得這些是好的 可是 必須要做一些計畫跟功課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這些先輩知識 或是背景 那我覺得就需要一些專門的人來帶你 對 那這也是我們想說就是 希望能夠透過整個課程 跟完整的 呃 一個旅行 旅行的方式來去 滲透你 就是去告訴你這些知識 對 告訴你這些自救 然後甚至自保 然後甚至是能夠處理自己在野外 遇到一些困難的一些方式 我在這裡要大力推薦 那個海旅 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是海洋廢人嗎 海洋廢人的這個 你大力的推薦 不知道要推薦哪一個 大力的推薦海旅 因為他改名字 但是因為我那個時候去的時候 是海洋廢人啊 還沒改名字嗎 現在變成旅遊廢人 然後因為我們跟鄭博源去過一次那個 野營嘛 野營嘛 然後他們就真的是 我們是開車到沒有電的地方 嗯 對吧 然後我們就車停在那裡下來之後 他們就開始搭建帳篷 嗯 結果我們還有跟幾個年輕小伙子 然後鄭博源就 哇 就是他很快就開始在那邊找那個圖 然後讓大家介紹 然後就把那個帳篷都搭好了 嗯 然後王學人站在旁邊看 我就說 你為什麼不用去幫忙 他說喔 他們需要幫忙會叫我 反正你知道台北人就是這樣 我看起來幫不上忙 每個都欸 欸欸欸欸 哇你們都 各式洗澡 然後那邊沒有地方洗澡 也沒有電什麼 跟我們大家一般人想像 什麼露營地是完全不一樣 嗯 可是那邊超級安靜 然後這些男生們他們就去附近找那個樹枝回來 燒柴火 嗯 然後我們吃東西就用在那個柴 你們有帶爐子嗎 我記得啊 因為我們 我就是不太建議就是 那個 不太建議直接在地上就這樣直接燒起來 這樣也不好 對對 所以他們有個火台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吃東西這樣 然後晚上 也沒有洗澡嘛 就直接睡 然後這些男生他們就 我記得你們是聽 就是自己找火柴之後燒 然後在那邊聽那個火燒的聲音 超舒壓的 因為真的好安靜喔 然後好舒服 我覺得 那一次野影給我的體驗是非常深刻 你會覺得人其實沒有需要那麼多東西 嗯 這也是廢人的一個種子 對 然後你覺得 原來在這麼安靜的地方 你光是聽這個火的燒 你也覺得很療癒 又滿足了 對 而且你那時候不是人生第一次在那邊 聽那個火聲 你不是說很舒服嗎 就拜火叫 是人生第一次嗎 但是對啊 確實聽那個火的聲音滿爽的啊 那為什麼會爽 因為整個晚上非常的暗 因為有時候去那個什麼一些素營的活動 還是會有營火晚會 然後他們那個火是生得很大 但那種感覺就有點不太一樣 而且那一柴也不是你撿的 因為那火太燙了 不太敢靠近 他還加一堆油 啊很燙這樣子 但那個就是 就是你可以靠很近 然後晚上是整座山都超暗 然後你就是 只對著這個就是營火 小的營火那邊燒 然後整個就超級安靜 然後就只 你整個世界只聽到這個火在燒 而且聽得到男生們尿尿的聲音 對超級清楚 因為男生尿尿好像不像女生說 要到很遠的地方嘛 因為男生好像也就很自然 然後那時候我在帳篷裡面睡覺的時候 我就聽到四處 就我聽得到幾個男生 但我也不好意思說 欸是誰啊 但是我就聽得到 你們他很營救耶 還是說可以用尿的聲音來盲測 這個斷斷續續的需要開語 感覺攝護事件有點腫大 需要保護 或是誰誰誰 攝護線怎樣 我是蠻推 你們現在頻繁的在開團嗎 因為我是非常推薦 如果你現在有什麼活動資訊的話 我們就可以放在備忘錄上面 因為我覺得很棒啊 現在在醜費 喔他還在醜費 你近期開團是什麼時候 我們在準備開水季啦 就如果說真的有興趣 開水 開水季 就是可以玩水的季節了 喔 現在差不多要玩水的季節了 5月差不多 然後中秋節過後 就是真的是那個敲螺開始 就開始大玩水 那爬山的就緩一緩了是不是 也是可以爬山啦 只是夏天很熱啦 就是除非爬比較中高海拔的 會比較舒服 那你們都怎麼規劃那個行程啊 你說哪一個行程 比如說你現在5月要開團 那你們是怎麼樣 就你們兩個會坐下來討論說 要假日 然後什麼路線 什麼什麼的嗎 喔 就目前現在行程就是直接 有什麼行程就先放在網路上 嗯 然後 目前沒有說特定哪一天開什麼 嗯 就如果說你有20個人 15個人 當然極限是盡量20個以內啦 我不想接太多 對 然後就可能你們就三五好友 揪起來了 然後 直接找你 對然後 就是把流程 該做的流程啊 比如保險啊 然後 裝備尺寸 對然後你個人的一些緊急聯絡人 對然後 天玩樂 然後手續也結束 然後交完費 然後我們就可以 那費用是現在大概 如果假設10個人想要出團 你們價格落在哪裡 10個人的話 看獨木舟或SUP SUP比較稍微貴一點點 對大概在2200 那10個人以上都可以打折啦 那如果是要去跟你們去玩水的那一種咧 對啊對啊 跟我們去玩水啊 喔就是一樣的這樣行程 對對對 那女大生跟 那個男大生價格有差嗎 沒有給他看過啊 他看得漂亮就打八折啊 你這個 嗯 你這一季都是免費 這一季都可以 對就是這樣要問 因為你也 你現在有女朋友對不對 然後你帶團 假設玩SUP我幹嘛 就你可能要摸那些女神嘛 一定會摸的吧 那 你女朋友會吃醋嗎 還是怎麼樣 你自己 會拿捏那個 我其實很 我其實很那個欸 我必須說 你很好色 我必須說 我在這方面很 很克制 就是我不會特別去 去觸碰女神 不會特別去 很克制怎麼樣 就即便是 即便是他 超正 不是啦 即便是真的很緊急的時候 然後我都會盡量抓他的救生衣 或者是他的獎 或是繩子 就是盡量不要被觸碰 你不要碰到他的身體 對我覺得這個有時候 雖然說我長得還普通 但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定義 就是這種性騷擾 就是界線就是 沒有辦法去定義 那有沒有女客人騷擾你 沒有欸 你現在把袖子捲起來 不要 你最近身材是好的嗎 沒有沒有 我看一下手臂 手臂可以吧 丹妮來到袖手臂 你看看手臂 你用力快點 不要 你看 教練我溺水了 你是有這個人魚線嗎 我記得 蛤 還是我是看錯人 冬天有點累積太快 對 所以你沒有遇過女客人吃你豆腐 沒有欸沒有 男客人也沒有 因為教練就是自己一艘船 就是 會在附近一直在等候 就是 就是一直去埋伏危機的發生 那希望不要就好 所以就不會太去跟客人太接近 他就是一個海上救生員 可以這麼說 對 就是 如果說要需要講解或幹嘛的話 我才會召集大家 懂 所以你如果帶出團的話 你是不是會希望 大家又盡量不要擦防曬爐 對 不要化妝 還有什麼是你特別想要交代的嗎 就是穿 就是真的說穿物理的 物理防曬 有墨鏡帽子 長袖 長褲 這最好 就是因為很多女生會想要拍筆鏡一照 對我會知道這個 但是 他們為了怕曬傷 然後塗了一刀的我反而覺得 這樣不太好 對你要嘛就是穿一件場袖在外面 然後要拍照的時候脫掉 懂懂 對 盡量就是以海洋的保育為前提啦 就算我們要出去玩 但是也不要太破壞生態 嗯 那其實那個鄭博文 除了就是他這個海洋的事業 我們很有興趣之外 他本人是極度環保 嗯 然後王學員一直很想要追從你的腳步 你知道有一次我們跟鄭博文出去玩 然後他就帶了一堆食物袋吧 哦 對不對有一次我們去菜市場的時候 等一下不然我想一下是哪一次 沒關係反正他拿食物袋 去基隆來哪裡的 對 然後有一次我們要吃羊肉乳的時候也是 我們大概十個人要吃羊肉乳 然後就大家開始要拆那個免洗塊 然後他就說等一下 然後他就手刀衝回去 他車大概離十分鐘 遠的地方 他就回去哪 我記得有一段路啊 好像有一段距離 他說等一下 然後我們也不敢開那免洗塊 然後後來他就跑回跑回來 然後拿他的筷子分給大家 好像就八個人 然後剩下就說 好吧那你不用免洗 他就這麼極度環保 然後你那時候被他感動對不對 其實我本來就是一個想要環保的人 但是有時候做都覺得很容易失誤 然後沒有帶帶子啊 或者是什麼筷子忘記帶 或者怎樣怎樣很多問題 然後就覺得很挫折 而且有時候我們去菜市場買菜的時候 比如說五十塊高麗菜 然後那阿姨就是一氣合成 一支塑料袋已經裝好給你 然後你說不要 他有時候會這樣 他就說幹老子裝好 你如果拿去 就是有沒有我們想要環保 然後在生活當中 一些比較對 這叫什麼 環保小兼兵新手 友善的一些 有沒有一些招數 環保小兼兵新手 好老口 好老口 有沒有一些招數 或是你覺得剛入門的人 輕易可以做到的 我覺得忘記帶 這個是前期非常容易發生的事情 前期欸 對 因為就跟要死錢包手機 講了 駝了這麼多年 還是會忘記帶某一個 對 對就是很正常的 然後再來就是餐具 所以我都是一直在提醒自己出門 就是再多一項 鑰匙手機錢包 欸環保塊 就把它當成出門的那種 三寶裡面的其中一種 對刻意練習 刻意練習 對 那這個就是目前 我能夠解決方法 但另外一個就是 可能大家可以學 這個不知道可不可以學 但是沒關係 我就直接砸錢 我就是直接每一個包包 我都買一幅 買一幅 買一幅什麼 環保塊 然後所以我出去 我不用特別拿哪一個包包 對 但是有一個缺失就是 你拿出來洗的話 一定要記得拿回去 那那個容器呢 你是買什麼 15袋喔 我買15袋跟餐盒而已 那你每個包包也都放一個 沒有這個沒有 這個砸不下去 因為那個15袋超貴的 沒有買已經知道 15袋大概六七百 有了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袋子而已 但是就很貴 對 但是也盡量不要就是 不要砸錢下去之後 就是沒有用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砸錢下去一直弄不見 這樣就直接變別人習慣 對啊 其實有時候想要當一個環保人 壓力蠻重 對啊 而且很挫折欸 很挫折 對啊我上次帶那個吸管 我之前出門 然後我帶玻璃吸管 然後那邊 我自己有吸管 然後喝喝完 然後回去 我吸管放在那邊 對對對 然後就覺得 還被別人丟掉 對對對 然後就覺得天啊 我是比那種不環保人更不環保 對對對 然後我在那邊 我在那邊 你們不能這樣子 塑膠吸管很不環保 然後我就丟一個 玻璃吸管在那邊 那我就覺得我真的一個爛人 然後就在那邊 一一整晚 然後說 真的是怎麼會這樣 對啊對啊 而且我們去過他家 然後你家為什麼 有那麼多寶特品 我也想要 你那天是 你家那是什麼狀況 我想要 那個 沒有啦 我講一下就是 真的是我室友就是 受過的感召之後 比較節制 但是他們還是會 會有消費 會有花費 對對對 你說花費買 買飲料 對對對 like this 像這種 這種就不ok 剛剛買的非常不環保的 寶特瓶 所以他們如果買了這個 看什麼小魚住在裡面 但我又不能說 就是欸你幹嘛買 我覺得我 我其實不太是一個 很激進的環保人士 我是就是覺得欸 你家人都買了 然後我就做好後面 我做好分類 就把瓶蓋跟瓶身 還有那個包裝紙 但是我要放在那邊給你看 時時刻刻刻告訴你 這些垃圾就是你製造的 對 我就自己放在那邊給我看 然後我還累積兩三年 你是放給他看吧 我自己也會看啦 就覺得 兩三年這麼多 然後 所以我們去看那時候 四五大是已經兩三年了 對啊 兩年多吧 都不到 就是回收了你就不到了 你就放在那邊 就洗乾淨放在那邊 我看我可以做製造多少 喔 會有壓力對不對 它有一個 有點像是行為藝術的感覺欸 欸對 所以你的室友會被你感動嗎 沒有 小胖完全沒有 你說你室友完全沒有感覺 他說 唉唷這邊好亂喔 他說 我就看你 蛤 蛤 又少了兩坪可以住的地方 這樣子一直買 一直買 我買到10坪 我買到10坪 你只有一個室友 對啊 那時候只有一個 現在有兩個 不能說完全沒有 那你快沒有地方住了 就真的希望他們看到可以 節制一點 對 所以你看到別人不環保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這樣 但是你不會說 你不要這樣 是嗎 我會 會被打 我其實都會檢討我自己欸 怎麼說 就是 衝動是什麼 他們買的衝動是什麼 然後 方便 對然後我有什麼 方式能夠更去 在課程中 或是在出團的過程中 更去感召或是說服 或是能夠給他們一點生活的改變 因為你沒辦法硬碰硬 對我覺得 所以你只能用 真正能改變的方式 因為好 那我跟你坦承 我超級愛買瓶裝水 他超愛 超級愛買 其實今天 我就是有帶 我今天有帶瓶子 然後就是那種保溫瓶 然後我有裝一些水 大概是一個寶特瓶的大小 然後他就說 幫我買瓶大瓶的瓶裝水 我說我有水 但是你知道 我就趴被他念說 你買那個小瓶 然後你又不買 然後你那麼小瓶一下就喝完了 所以我想說 對不起了 對不起的地球 然後我就買了一瓶 就是半瓶的 好那像我這種人 就是很爛的人 你會推薦我去你的什麼團 然後你要給我看什麼東西 真的可以 我現在認真問你啊 你覺得客製化嗎 今天就是有一個都市 然後極度愛買瓶裝水 沒有環保概念的一個爛 的28歲到38歲的時尚女性 OK 那你會推薦我什麼行程 然後你讓我看到每個東西 他真的可能會改變我 我再也不買啊 怎麼了嗎 他會一去帶你去小流泉 然後你會目睹一隻海龜 然後誤吞了寶特瓶 然後瞬間猝死 是嗎 可能 欸我現在認真問欸 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真的是去環境中看一下 末端這些東西 並沒有被燒掉 變成什麼 也沒有被回收會變什麼 像這個是 我們今天去搬船 然後 就是一開始到的時候 其實那邊就是很 是一個 很髒啦 很多寶特瓶 沒關係這個我們到時候會 劈一劈上去 可以後製上去 你在網 可以看youtube 來看我們的youtube影片 當下我就衝回去 拿太空爆把他剪完了 好你可以描述一下 畫面上有什麼嗎 林小姐 他先給我看一張照片 就是 滿地都是寶特瓶 滿地都是寶特瓶 滿地都是 我這樣看大概有 80個吧 差不多 然後另外一張是他 剪好的照片 他馬上把它全部收完 他就把地上的寶特瓶全部剪完 那你給我看這照片 我就會覺得 你是一個很愛乾淨的人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 我不會覺得說 我又別買寶特瓶 欸年輕人 你們真會剪啊 你們愛乾淨也對 你很厲害 嘿那你那麼會剪 那你可以把我手上 這瓶也剪走嗎 這樣子 那是我懂啊 因為 我可以看一下嗎 我可以看一下嗎 就是會變成 造成環境 就是這樣 我覺得上來的時候 也很誇張 就是有一個阿伯說 欸你那個包包是什麼 因為我用很大的那個 裝垃圾的 我說很酷欸 他完全不在意我裡面裝什麼 他說欸我背的東西 他覺得你背這樣很酷 他覺得我背這樣很酷 就他也沒有說 我的行為 或淨灘的行為很棒 他就說 欸你的包包很酷 哪裡買的 我說喔沒有那太空包 就裝那個回收的那種 對我就覺得 對 但他不可以 你是怎樣你背會 背後有裝一些 回收的垃圾 就他撿完之後啊 就是背架 就是讓我好走 因為我要上去下來 那你頭髮為什麼要這樣 環保人是一定要這樣嗎 喔沒有啊 其實這樣還蠻不環保的 因為蠻浪費水的 那你為什麼要留這樣 蛤 你可以放下來我們看一下嗎 會很亂嗎 所以環保人要理光頭欸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我覺得環保人應該是要理光頭 因為洗頭很快 那你為什麼要留長髮 喔其實那時候是因為疫情啦 然後我後來就懶得剪 那時候疫情我就想說不要去理髮 哪有我認識你的時候沒有疫情 你也是長頭髮啊 沒有吧 有吧 他就只是懶得剪頭髮而已 沒有沒有 我認識你的時候你是 我那時候會固定剪頭髮 喔你那時候是清爽的小夥子 對對對 你是糜爛了嗎 還是你開始吸毒 沒有啊 沒有是不是 疫情 2020年尾的時候開始就 都很長欸 都比我長了吧 我應該比你長 真的欸 那你也不護髮 我沒有護髮 所以我頭髮超長 哇賽 那你現在很享受這個環境 還是到現在也已經不升級了 你會去剪嗎 我覺得要當兵 你就把它剃一剃 你要當兵了 對啊 喔你就把它剃一剃 嗯 就會 就會 邁入環保頭 啊我以為為什麼你有去燙 那很不環保欸 我沒有燙頭 你是自然卷 他去當兵的話超環保的 對 因為你們全部都是環保餐具 對 然後吃也不太能剩下 不能剩死 那我問你 你這麼環保 你甚至想要落實 你女朋友如果超不環保 可以嗎 你的另外一半 呃 譬如說會去買這種瓶裝水 就是說 你會念他嗎 可以自己帶 但是就說你幫我買一瓶 其實我女朋友也很環保 我女朋友也很環保 對他很環保 他怎麼樣 就是他幾乎很多 我們共同就會很有抹氣就是 就是會知道誰要帶某些東西 然後沒有帶會 互相幫忙帶這樣 你們現在都有了什麼水瓶 保溫品是一定有的 對啊 然後環保餐具 餐盒 還有什麼的嗎 食物帶 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不會去 就是最重要的還是去降低自己的消費欲望 對啊 這可能比較重要 好 你說就是有保特瓶的東西 好 就盡量不要買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你還要 我要喝 你要喝是不是 那我自己分享一下 我這個 想要當環保小豆室的一些困擾 然後跟一些心得 因為我發現就是每次要出門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我只是出門一下 我只是出去顯晃一下我幹嘛之類 那我應該不會買東西 我就覺得我好懶的 那就應該不要買 蛤 那就應該不要買 應該不要買是不是 你應該不會買東西 那就不要買 喔所以我出門 比如我剛剛 我跟顏菲羅出門逛逛 然後後來去全年說 欸 就是買一下東西 或是看到飲料突然想喝 嗯 那我沒有帶這些環保餐具 那我就是 要做生意就是必要買 因為我沒有帶環保餐具 我那時候很 直接限制我道德 就是我直接不帶錢包 就我連錢都沒有辦法花 他不帶錢包會被我罵 喔真的 你不要叫他這些 好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帶錢包 他說你為什麼帶錢包 鄭伯遠這樣的 因為我要買什麼嘛這樣 對啊 就是會覺得 只是出去幹嘛 然後但是可能 在路上 我朋友或者是我親人說 你幫我買個什麼 然後他幫我買 完了然後 可能他幫我買晚餐 就都沒有 就只能用這種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 機車上面就是要放一個 那個環保袋 就放在車廂裡面 就是放在某些地方 就是你完全去不用想 然後 好像出門的時候 然後就不要那種抱著僥倖的心態 嗯 就是背了一個小包包 裡面就至少環保餐 有什麼就是那種都是 基本配備 對 然後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一個是 比如買菜 我真的覺得 你去菜市場會不會很煎熬 你就站在水果 你在水果湯前面 然後看那個阿伯那狂湊 然後別人說 阿伯要兩個巴拉 然後裝一袋 一個人裝一袋 然後相機要裝一袋 對對對 然後全部在 好了買好了嗎 再一個最大的 阿伯不用 沒關係 沒關係 對 什麼的 然後什麼都要給他裝 因為我們會去傳統市場買菜 然後真的就是一堆袋子 然後他就很想問你這個問題 你不會那種很 像我那時候看到這個獎金 然後說 那我 我在幹嘛 那邊省一整天的塑膠 然後阿伯就是裝三袋 然後 你會覺得自己做的 你這麼限制自己 可是其實外面的人 就是這麼浪費 那你 你怎麼會很無力吧 對啊 但是你還是覺得物以善小而不為 對 就是從 就是真的是從自己 能救一個人是一個人 對從自己開始做 對啊 因為家裡的人也是會抽阿 但我也 我沒有回來就是 欸 怎麼又多了 我就是我沒有去 跟我爸說 或是沒有跟我媽說 就是他們也是很自然 就是 去菜市場回來 就是 三四五六個 吃不吃掉的 而且我發現長輩很抗拒 環保袋 我不知道 因為我認識我媽和我阿姨阿 然後說 欸我要去買那個 譬如說中餐 那我說 那我自己帶一個 我的矽膠的那種 就是餐盒 然後我說 環保袋 然後你媽那個環保袋給你 她說幹嘛啊 不用啦 對對對我媽也是 我說沒有啊 你就去裝一下 不用啦 不用你幹嘛 你幹嘛 為什麼不用塑膠袋 然後我就覺得 欸 他們就是有一種很抗拒 他們好像也沒有 可能習慣吧 我覺得他們不習慣那個東西 就是一種習慣大於這個環保意思的東西 說你幹嘛啊 好像就湊就好了 你要讓人家裝 嗯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啊對啊對啊 就會有這種 所以我們還是從 就是自己 先改變自己 其實是最好的做法 就外面的人怎麼樣 我們也管不了 那你現在對自己的那個 事業的期待是什麼 就你對呂費的期待是什麼 你會希望可以做大 你現在 譬如說好我固定一個月可以出一團 嗯 我希望未來是五團師團 還是說你希望 你會可以走進更多的大專院校 去接觸學生 你有什麼 對自己的期待嗎 或是對你的事業體的期待 會欸 其實接觸學生 從不管是 落實到最 最小的年紀啊 都是 中學高中都可以 就是 這算是我蠻 蠻期待 可以讓這件事情去 擴及更多人 那 我自己也蠻期待 呃 國外的觀光課啦 就是 相對於現在 國際的趨勢對於 永續 還有關於 複碳 這些詞是很 很 很 很講究的 對就是現在很多公司 很多企業都是要求 你的碳是需要被盤查的 然後你的碳足跡如何 複碳是什麼 複碳就是 哪個複 複數的複 複數的複喔 對 ok 那複碳是什麼意思 複碳就是 你今天做一件事情 你不是增加整個環境中的 碳量 碳排量 嗯 而是讓這個碳的 素質是負的 喔 還要減少 對還要減少 還要減少 對對對 那其實這個方法很多 比如說在旅遊的時候 參與的 參與一些 呃 你應該說把 種植 呃 樹木或是 在做保育 實際在做保育 修復一些生態 生態環境的時候 當作一種旅遊方式 喔 比如說去淨灘 然後去植樹 對 去種樹 然後去做一些生態 修復的一些活動 所以我可以去非洲種樹 這種概念嗎 還是 可是飛機的碳排超高 對啊 那因為你說你期待 國外的觀光客 那他們來其實就是 嗯 也是排了很多碳台來的 對 他們可能要種500顆 對我覺得 當然這個很難啦 但是就是說至少 我們都要飛出國 那可不可以到 待自己的時候 是做一些友善 對 沒錯 旅遊的概念 或者是不一定 國內旅遊 當然就是可以做 類似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除了在那邊 拍一堆美照之外 或是在那邊 拍比基尼照之外 吃爆那邊的美食 可不可以把這個東西也 放入我們的旅遊行程 是很重要的 吃爆的時候 可以不用製造那麼多垃圾 不好意思 喔 我有在說誰 嗨 我真是說 好問我一集 他真的很愛吃啊 我之前就是 跟他 但是我覺得去夜市的時候 特別有成就感 嗯 因為你去夜市會吃很多東西 然後我之前就是去夜市 就是帶的那個環保餐具 然後每一個都是 我們有一個超好笑的東西 就是我們那一次去買一個 蔥油餅 夜市的攤位這樣子 然後 王學人就沾沾自己說 我帶那個環保碗 趕快趕快 而且你知道好緊張喔 每次去買都超緊張的 因為他們動作都太快了 對 太快了 趕快塞 他說老闆我要 就裝飾袋 或者是你知道旁邊就是 有朋友 然後你也不好意思說 欸老闆我要一份炸雞 說等一下我環保餐具 然後你那邊找找找 然後女朋友就會覺得 你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都會先 他看到一家東西 然後他在看的時候 我就趕快把那個餐具拿出來 然後那一天是那個老闆 因為我們買蔥油餅 然後我們說老闆我們有碗 然後但是我們的碗 才剛洗過 有點濕濕的 結果那老闆就抽了 大概五張衛生紙 一直擦 然後他說 這樣我們真的有環保嗎 就老闆抓了一把這樣子 然後擦完還不夠 然後也阻止不了 老闆好熱情 因為人家也是好硬 他也不希望他的雙油餅 弄到濕濕的 不好吃 你還給他Google評論 不好吃 那他很尷尬 擦超乾的 然後就有時候會有這種環保 但是我覺得就是也是一個 體驗啦 可能我們自己要 對就有一個經驗 下次吃雙油餅先擦過 但是有一些老闆會稱讚你 很環保欸 喔厲害 這種人會稱讚你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散得去 所以我真的覺得 去夜市的時候很值得 帶環保餐具 真的 夜市真的很誇張 對 而且夜市是你很容易用到 因為你去餐廳吃很多都 現在還蠻多會有環保塊的 就是我之前去台南一趟 我發現整個下午都沒有用到 因為他們都有些環保塊 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去夜市 絕對不可能會有環保餐具 對絕對不可能 對 而且你是很容易拿的 而且你拿的那些環保的那些餐具 餐廳應該都構裝地瓜球 然後炸雞或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所以我還蠻推的 而且 我再補充一個 大家如果要去買一種 我跟你講他這集就是洛斯堡 我真的要跟你道歉 我沒有洛斯堡你 我很不環保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蠻喜歡這個環保的這個議題 然後我很認真在付出 但每次都受到菜雷 所以我現在就是開始有些 你在指責我幹嘛 你幹嘛一直指責我 我現在有心得 然後竟然剛好有一個 我們環保都是來 我就一起講 就是大家如果要帶環保 再出去買吃的 你們一定要買那種平底的環保袋 因為你買那種什麼便當 或什麼之類的 我這邊買那種就是那種很好收納 但一打開它整個是 它沒有一個硬底 對 然後你湯或什麼之類 就是歪了 歪七扭八 你看收那麼小 打開超大 因為很大 所以你的便當在裡面 會就弄來弄去 炒飯 然後你買完之後回來 就可能會弄出來之類的 所以大家買一塊就是平底的 這樣子 非常推薦 然後不要 要記得多帶一點點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會買一盒 那你家裡有三盒 你都都帶出去 因為你可能會突然買一個 刀瓜雞 乳蛋 什麼之類的 然後去菜市場買菜 因為他們給你太多東西 有些水果會互相撞在一起 所以跟你很多塑膠袋 所以你如果原本有很多塑膠袋 你出去就帶一個大袋子 然後裡面裝十個塑膠袋 然後他跟你說我自己有 你就這樣裝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的一些經驗談 分享完 不錯吧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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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不錯吧 是真的有在做環保人才 講出這些經驗 硬底跟軟底還是有他的 就是剛學人說到就是一個好收納一個 會佔空間 對但是如果你是去夜市 你就確定你一定會買 或者你就是要出門買吃的 那就可以帶硬底的 嗯 對對對 然後比較不會 就是你比如說你要去上班什麼的 買硬底的會很佔空間 那就是塞軟的 那真的是要出去買吃的 就回來 那就拿硬底的 嗯 也不用特別跑去哪裡 對 對 好 OK 補充完了 我希望大家聽到這裡都可以反省 自己今天有沒有做一個環保人 對 然後那個就在喝飽和瓶說 怎麼了嗎 而且大家如果真的像我就是 極度愛喝咖啡 大家就是帶個環保杯 好不好 大家要帶保溫瓶 但是我跟你講因為保溫瓶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保溫瓶裝那個咖啡 就會有味道 對 他洗不掉 但是我又很喜歡喝咖啡 那你覺得該怎麼辦 不要喝 這個問題直接把我槍比 但我自己的做法真的是不要喝 然後不然就第二種就是我 真的就是提前 早一點去喝內用的 杯子 馬克杯 那因為我們有時候拿去上班 就在通錢的時候喝 不然就是 在家自己泡 真的帶一個 真的會讓他臭 就臭到底的杯子 這行不通 喔不行 你說全部都是咖啡味 對 因為保溫瓶的咖啡味是真的洗不掉 而且他會有一個奶夠味 你知道怎麼刷 因為他就是 可能是密閉還是怎麼樣 然後那個 牛奶的味道跟咖啡味道很重 就是牛奶跟咖啡在阻止我們環保耶 所以我們要 沒有好其實是我錯 你不要把這個錯 我們要反對弱農業 我們要從根源 其實弱農業太龐量很高對不對 很高很高 其實我是有看一些紀錄片 對 然後都去買些奶 好辛苦喔 好那因為畢竟就是說 所以我們是一個兩性的頻道這樣子 那薄圓在節目的最後呢 聽你就是分享這些創業的艱辛 還有這個環保 我跟你說你其實 今天真的是又重新提醒我一次 就是環境很重要這件事情 那我會改進 那最後呢 我可以補充最後一個 好怎麼樣 就是 其實真的不用氣餒說 就是欸 我今天花費很多東西 因為我覺得材質它本身不是個錯 就是塑膠被製造出來不是個錯 因為 本來取代塑膠的東西是木頭 我們常用紙袋 對用紙包食物 然後用紙包一些材料 對那因為真的砍素的狀況 真的太嚴重 所以我們才會開始找一些替代材質 然後可塑性高可耐熱 又可以用很久 就耐久度 所以後來才有塑膠這個東西 那塑膠這個東西 它被發明出來其實 被廣用就是因為它有這些特性 它好用 對它好用 對它並不是說 它是個罪魁禍首 它也不是個 很可惡自己的東西 對它就只是 人在他們自己初心上 使用方法為何 那因為真的是變成太多人 就是 把它變成 呃理所當然 對就是吃個早餐 吃完五分鐘 一袋垃圾七八個垃圾在裡面 對什麼三明治的紙袋啊 然後那個 奶茶 奶茶杯 奶茶蜂膜 奶茶吸管 我跟妳說 我很常在家做東西吃 那我覺得這個就很不錯 是不是很棒 我還是有一些優點 對吧 我很常在家做東西 然後蛋餅盒 橡皮筋 我想要問說 因為我們在家 我們是會分裝食物 嗯 然後譬如說我們買一大盒的肉回來 然後我們要分裝的 一小個一小個 嗯 但我們就會用那個塑膠袋 但是我會重複使用 如果沒有油的話 我會重複使用 喔 那個IKEA或是那種 那種保 不必要我截的那種袋子嗎 那種鏈袋 那種鏈袋 沒有是 塑膠袋 喔保鮮袋 就是更薄的那種 嗯 夜市在用的 我沒有在怪罪他啦 因為那真的是 如果你都不用會露出你那些不好做事 對 大家想說有沒有更 環保的方式 我跟你說有 就是他們說買那種矽膠的 他也是可以分裝 但那個就是很貴 對好貴喔 我其實用水果盒分裝欸 看你們有沒有 水果盒是什麼 你說一小格一小格水果盒 對對對 我是用那種分裝 一小格一小格水果盒 就是那種很小的那種 很小盒 那種塑膠盒 喔我也有那種 就可能 不夠多是不是 可能是不夠多 我們買的是比較多的 那種Costco的 那種肉 然後再分裝就 可能買超多 但是我現在 那個老師不好意思 我跟你說明一下 就是 我的處理方式 如果我包那個肉 他 我倒出來之後 他沒有什麼血水 那個袋子我就會再用 嗯 對對對 我目前那個程度 是到這裡這樣子 對 其實就真的是 看 人心怎麼去使用他 就對了 懂 對就是不用特別去 刻意說 呃 這個東西一定要 就是 這個東西一定不要買 欸我有被你 你這個態度很好欸 就是你沒有那種 強制 然後 很 很咄咄逼人 你就會讓我真的檢討自己覺得 我是一個爛人 我就會做出改變 可是因為有些人是很強硬的 你這樣都是 我愛妝我什麼什麼怎麼樣 對對對 我就覺得怎麼樣爽 所以你的方式就是先檢討自己 然後讓別人慚愧 對 沒錯 我覺得他這樣很好 一定是我超爛 你才會去用寶特瓶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其實那個像吸管 就是真的你真的如果 今天雙手慘障 或什麼 然後你用吸管合理 因為不能把杯子拿起來 嗯 然後如果說今天可以 你的雙手是好的 然後 我還有那隻 對那你就這樣拿起來 但是因為我覺得 所以我後來發現女生就是說 他的那個口紅會弄掉 你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他因為很厭你了 你還要不要擦口紅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很多 就是其實很多 我自己 會檢討自己的 就是因為很多 我沒有站在別人的角度 就是我很常 就直接看到別人用 但是我 可能第一時間會覺得 直接仇視他不好 因為他可能有他的 疑難雜症 他可能怕口紅毀掉 然後 口紅被擦掉 可能等一下跟客戶見面 少一個訂單什麼的 這就好像也不太好 所以就是他有他的自己的 想法跟自己的做法 所以我就盡量去了解他們 對啦 其實人就是會找 方便的途徑 那這就是一個 使用上的直覺的東西嘛 對 那只是說 你在別人那個直覺的 那個什麼 原因中 你可以找到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 就是用更好的方式 或更方便的方式 達到環保的效果這樣 對對對 OK 好 我跟你講 我們節目有一個傳統 我們節目有一個傳統 就是說 我們在最後呢 會問來賓說 愛情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就不管我們前面聊 這些創業啊 或是海洋 也不是針對你說我們要來回來 是我們都會 用這個東西做一個收尾 因為 其實我們頻道 就是喜歡各行各業的人 然後帶來他的故事嘛 這樣 但是其實各行各業的人 說到底他們 每一個人都會有愛情 或是有伴侶的問題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想要聽 每一個人在不同的年紀 或者是他們在不一樣的產業 他們覺得愛情 對他們來說 定義是意義 或是定義是什麼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嗎 因為你異性緣非常好吧 你看起來私生活 是非常 就是 豐富 乾淨 不是會聽嗎 沒有 私生活蠻乾淨的 好 你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你對愛情的想法是什麼 我對愛情的想法 就 真的跟大家差不多 就是年輕的時候很 很瘋狂 可是你現在才26 還是很年輕啊 你還是年輕人 你還是年輕人啊 我覺得有時候 心態已經老來放了 因為你有創業是不是 即便就是說 我知道自己還有很多 做事情的手法 或是 社會處置的一些態度 還 還太太菜 比較小 對還太菜 但是 有時候對某些觀念 或是某些想法 已經有點老來放了 那你覺得你 那你現在26 你覺得幾歲的你是年輕的 可能3年前吧 23歲以前吧 那時候可能是 還沒畢業 大學的時候 算是年輕的 剛畢業 剛畢業的時候 好那你現在26 你怎麼看待愛情 就是 就真的是 能夠找一個 彼此認同理念的人 然後互相扶持 然後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人 可以傾訴這樣 對 目前就是覺得 愛情是一個 還真的是 就是 到真的活 就是 到這個女朋友才真的覺得 有一個避風港的感覺 好噁心喔 因為他知道女朋友會聽得起 沒關係我們這段會剪掉 沒有想聽這個 你家說幾個女朋友 1 2 3 7 8 9 4 欸沒有那麼多 一隻手就想 大概 大概45個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先到這邊了 5個啊 5個是不是 是 你是有避風港的感覺 就是 真的有一個人可以傾訴 然後 了解你什麼 然後再反饋的 那你現在事業可能也很忙 然後你要寫港 你有覺得 你的人生一定有愛情嗎 你現在不是應該以事業為重嗎 他說 你想想好像不需要 回去就分手這樣 會嗎 會有這個想法嗎 因為我 其實我剛出社會的時候 就是我 我是當業務嘛 我剛出社會的前三年 就是我業績還不穩定的時候 我是告訴自己 我覺得我沒有資格談戀愛 那我不知道創業這個包袱會不會更重一點 還是其實你覺得還好 我覺得 情緒跟壓力很容易 把我壓垮 我自己啦 就是 我不是那麼一個 很堅強的人 所以你要找一個女朋友 都丟給他 也不是 就是 找一個 這樣好像 沒有 這樣講也不是說 找一個女朋友 然後把你家的保存檔 全部丟給他 放不下了啦 然後全部丟他家這樣 我一定丟 可是其實你是想要有一個人 可以扶持你 幫你排解這些痛苦的 對不對 對 然後給他反饋 然後我自己聽到他的 我也可以給他一些反饋 因為我覺得他不是 他也不是一個正常的女生 什麼說 就是他也不是一個 就是 他那裡不正常 他那裡不正常 就是他 反正他現在也是修學 去做他自己喜歡的事情 嗯 他是建築相關的 他建 對 反正建築系的 收府建築 好 然後他 就是覺得 他一直沒有去 真正去落實到 去觀察這些地景 收集資料 他就修學 就直接去小油球 呆著 他去那個吧 去研究那邊的地景 因為現在小油球 觀光發展非常快 所以 現代式的建築 跟那個 觀光飯店狂蓋 喔 蓋到就是他原本 小油球的地景 就慢慢消失了 懂 所以他覺得想要去保留一些 現在的流球還有的 還有的 他在那邊做紀錄嗎 有欸 他幾歲 小尾一歲 喔 25 對 那他在那裡多久了 從 今年1月的 然後待到 要待到9月吧 他在那裡待9個月 對 然後就專門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去找他 這樣 對 然後陪他做這些事情 嗯 我就覺得還蠻 蠻快樂的 他也是很 很做自己的女生 對他很做自己 他很做自己 因為他真正 就是讓我覺得他很特別 就是因為 小琉球在2020年底的時候 有一個10層樓飯店要改 嗯 然後他直接去 抗議 他直接去抗議喔 憲服喔 行政院那種 立法院直接去抗議喔 他做什麼做一個布條 對做布條 他上面寫什麼 然後就是 就是抗議10層樓飯店 應該要下修這個 樓層的高度 不要破壞那邊 對 因為一看過去就10樓這樣子 小琉球真的是沒有什麼高樓的 就是他最高的就是3樓 然後他在山上 在山上比較高一點 就3 4樓這樣 就頂多就這樣 然後突然一棟10樓的 就直接蓋在港的 前面 懂 他想要做警官飯店 但就破壞那邊原本的警官了 對 但是他後來發現就是 沒有用 對 錢的力量 沒錯 對 然後他所有的建造 跟土地使用都是合法的 嗯 你也不能怎麼樣 對啊 就是他們就有他們自己的律師團 跟 懂 反正就是他們這些商家 跟政府就是 反正 官跟商達成協議的話 對 其實很難去撼動 除非他號召更多人 但小琉球要去離島 我覺得很難啦 其實因為當地居民 也會希望可以帶來更多的觀光客 所以你要怎麼樣 在環保跟生存當中 取到一個平衡 對 其實那個非常難 嗯 而且大部分的居民會覺得 我都吃不飽了 我還關你海龜吃不吃得飽 是不是 對 這個是很real的東西 局外人來找我們 對啊 那種感覺 好像很尷尬 那你有安慰他嗎 有安慰他嗎 他有受到很大的打擊嗎 前期的時候 對 他受到很大的打擊 就是覺得 有時候自己做這件事情 真的很無力 對自己做這件事情 也沒有人想要幫他 然後 也沒有人真正就是 聽到這些聲音 嗯 然後也沒有人想要 真正去 有心要去推動這件事情 嗯 對然後他才轉為就是 比較軟性的 去收集這些 至少我記錄起來 對 不讓這些東西 一年一年的被 景觀飯店取代 或是現代式那種民宿取代 嗯 對 就是用紀錄的紀錄片 或紀錄的方式來 來那個 嗯 我真的好慚愧 好啦 你看你這什麼東西 好啦好啦 收起來就 這個我們要用十年 好好 欸我之前看到網 就是國外的說什麼 塑膠的容器啊 至少要用過十一次 才會等同他製造 對對對 你要用十一次 那這個是不是不能用太久 而且寶特瓶是不能使用 重複使用太久 就是我剛剛就是有說到他的那個 表面上是有一些化學要緊 讓他穩定的化學 穩定 OK 所以其實也不宜用太久 其實最好是不要用 因為他很多上面那個東西 會開始分解到你的水裡面 啊 這其實喝了有可能是對皮膚不好 皮膚我不知道 我以為我不知道 可能對整個生意都不好 你只在乎皮膚 但是前面幾次使用應該是還好 因為他還是會慢慢的 才會 對 好了 我覺得今天是知識含量很高的一集 欸怎麼又扯到環保了 因為他真的就是環保的人 愛情不就講完了嗎 你說愛情是要找一個人跟你一起承擔嗎 對 然後我覺得還是要真的要 因為我真的是 年輕的時候真的很喜歡 想要嚮往那種 就身材很好 然後 然後 就是肉體上的吧 對然後 很外貌的啊 可能他本來有一點才華 這樣 什麼叫本來有一點才華 你現在是 你在瘋狂得罪你的女朋友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我一直說 所以就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就是知道去追逐那些 可能 什麼美啊那種 不同世界的人會 你以前是喜歡 就是要很漂亮 身材很好 什麼叫天生有一點才華 不是天生啦 就是他 他有一些才華 會吸引我的 才華加身材好 就不要只是有漂亮跟身材 那你現在是找哪一種 現在 就找理念像 就是 就是比較 心靈上面的 就你沒有在追求那些 太外在的東西了吧 就 可是我跟你講這超正常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就是我以前覺得一定要 男生一定要180 我跟你講因為我家人都很高 然後我又是很像男生的個性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的對象的形體要是很男人 然後很高 然後講我是鬼還什麼一樣 很高壯什麼 但是有一次呢 這可以講嗎 反正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交一個男朋友 然後很高 但很笨 就他講的話你就覺得 大家開始在猜是誰 就你講這個話 什麼意思就覺得 你怎麼了嗎 你老在當界嗎 但他就183公分 然後也是肩膀 也還好啊 那現在你幾公分 怎麼也還好 我175啊 人家就高你8公分啊 還好 183還好 就反正就那樣 然後那一刻我就發現 個高有什麼用 還是 人品跟 反正那個 我朋友的男朋友算是 徹底的改變我 我就覺得其實 你還是要相處起來 舒服 然後對方願意支持你嘛 就像你說的 你們是為了某一個目標 要一起努力 或者是你想要的東西 他也想要 他也不會跟你說 啊你超環保 每天在你面前 喝飽飽飽品 那這也沒辦法啊 對啊 怎麼有點像 沒有啦沒有啦 我只是說 你這樣翅膀硬的是不是 我一直說 就是像學人這樣 就是我也不知道 你們是誰想要去錄這個節目 但是我覺得就是 至少不會一方會說 你還要去錄我們 沒有人聽那麼無聊 就你們至少會互相支持說 沒有我們吵架 吵架磨合出來的 喔 在至少有溝通嘛 對啦 就至少有溝通 然後互相支持說要去 主持一個節目 或是做一個計畫 對啦 應該是這樣 然後一直去修正 你們這些哪裡做不好 因為我跟他也是 算是這樣的一個 所以跟你現在女朋友 對啊 嗯 好啦 祝你跟女朋友那個啦 百年好合啦 嗯 謝謝小狼狗 然後那個小狼狗女朋友 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細節 你可以視訊我 我們會再特別做一集 然後讓大家都知道 好 那我們要謝謝海洋廢人 鄭柏妍 謝謝